中学大学是因为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学习中经常要做一些大学实验,但是,如果不了解药品特性,不遵守实验规则,在实验时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应有的实验事故。 比如,有的学生在实验室,总想把一些他不太熟悉药性的药品混到一起,看看能否发生什么发觉反应,这是非常危险的。 有一些药品相遇,就会燃烧或者爆炸。 这里陆总奖,这是池林,当把陆总奖和池林混一起,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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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鹿山甲和池林的混合物 受到创击也会发生爆炸 温暴 为了发生爆炸 桌面的封面物 不准用硬物件来刮 只能用湿麻布 小心地把它擦掉 如果把绿酸钾 和其他可燃物质混在一起 也是非常危险 这是绿酸钾 这是白糖 是一种可燃物质 把它们混在一起 如果被遇到能力端 也会发生燃烧 好 好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在做止换反应实验室 常用铁去止换硫酸铜溶液中的铜 因为铁比铜活泼 某些同学认为 只要比铜活泼的金属 都可以从硫酸界中只换铜 于是他就在使用了金属钠 铁比铜活泼的金属 这能硫酸 这是水 能硫酸的吸食方法 应当讲能硫酸 用到锅的大 小心地注入水中 然后搅拌均匀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错误地 将水注入能硫酸里 也会崩溅 能硫酸吸食 万一崩溅到桌子上 应当先撒一些碳酸钠 或者是碳酸吸钠 然后用大量的水 刷洗冲掉 实验室这些氧气 常用的碳酸钠 碳酸钠 碳酸钠 做黑化剂下 继续咬银 但是碳酸钠 是黑色的什么 碳酸 也是黑色的 如果不看着 要不标签 把碳酸 喝不喝 加苦 喝加热 那是非常危险的 有甚麼 你会用来的 我可以喝 一口水 就在我身边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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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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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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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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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